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款蝴蝶蓝的制作方法 那在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 如果您是第一次点进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主要是讲关于韩式表花的 如果您也感兴趣的话,可以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要做的蝴蝶蓝的颜色 首先我们要在油纸上面确定中心点的位置 我们第一层是由三片花瓣组成 左边一片,右边一片,就像一个兔子耳朵一样 然后在它们的中间的下方再做一片 然后我们在兔子耳朵的左右两边分别做两个小的补片 我们做补片的目的是为了可以支撑起更大片的花瓣在上面 接下来我们就要在刚刚做好的补片上面 分别做两片最大的花瓣 这两片花瓣呢,是一个左一个右 然后做的时候呢,尽量的我们要做出一个尖尖的效果 花瓣的部分做完了以后呢,就是我们的花心的部分 那现在正式的给大家示范一遍 首先我们花瓣所使用到的花嘴是惠尔通104花嘴 我们先打一个圆形的小底座 现在我们要把两片兔子耳朵给它画上 左斜上方一片,右斜上方一片 正下方我们再画一片 正下方我们再画一片 接下来我们在兔子耳朵的左右两侧做两个补片 补片做完之后,我们需要在补片的上方做一个有尖尖出来的两片大花瓣 这个手法呢,就有点像我们表叶子的手法 这样我们蝴蝶蓝的基本的形状就出来了 然后呢,就是花心的部分 我们花心的部分所使用到的花嘴是惠尔通的59号花嘴 因为我今天做的这个花心的部分呢 是由红色和黄色两种颜色组成的 所以会牵扯到一个装袋的一个小技巧 我会把方法放在视频的左上方 大家课后可以尝试的练习一下 如果使用我这种方法的话 那我们做花心的时候就会出现正面是大红色 背面是黄色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花尾的部分呢,我今天所使用到的是13号花嘴 但是我更建议大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最好是可以购买83号或者是84号花嘴 那这样一朵蝴蝶蓝我们就大致完成了 想做的更加精致一些的同学呢 可以和我一样我们拿一个0号的笔刷 也就是最细的笔刷 然后呢,占取一些红色 给它做一些精装修的工作 那我们做好的所有的花呢 都要放进冰箱冷冻一个半小时左右 冷冻好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拿出来进行一些组装 我再给大家重新示范一遍花瓣的制作方法 大家如果在制作的过程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留言告诉我 如果大家要记性的事都可以 但是,你才能有更加分类的 如果大家要留意啊,你可以还有一次 这种再给大家看 面前面对一招 现在每个月都会在金刚才 这些比较更深的 您们就会永远 您有散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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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大家如果觉得我的节目有帮助到你们的话 记得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